大家好 继续这个 继续这个自然视角的物理啊 我就是自然啊 因为别人别人不想当 或者不愿意当 或者说反正没当啊 只有只有我一个人当自然啊 所以这是我的物理啊 然后咱们说光啊 上次说了这个光是一个集体现象 然后呢光是一个点现象 它只需要一个空间点就可以支撑一个光啊 水波和这个声波都不可以啊 那么也是为了理解光了 所以再反过来看这个声波和水波啊 这个光子啊 你如果说从这个声波和水波这边对应的啊 你也想法搞出一个声波的子啊 或者说光呃 水波的这个子啊 你或者呢 搞一把它整个一个一个波长拿出来 或者拿半个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或是啊 这个这个普通的我们熟悉的电磁波也可以啊 他因为他那个也是连续的 这出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啊 就是生产啊 产生这些电磁波啊 和这个和这个声波或者水波啊 他都需要时间 一你你生产一个周期的 电磁波 啊 不管你是模拟信号也好 还是现在现在 哎呀现在的那个那个数字信号 其实也是模拟的啊 也不是百分之百数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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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梯函数啊 那么那么声波和这个水波就更不用说了啊 水波是 当然是水波我们一般还玩的不是不是很多啊 比如说声波吧 你你无论是敲鼓也好 弹琴也好 你这个琴弦这么一波 你这么一波呢 即便是你不撒手啊 他需要时间 你这一波 你这个波动这个琴弦也好 你敲打这个鼓面也好 你对这个琴弦产生了位移 你对这个鼓面产生了形变 他需要时间的 无论这个时间是一个周期 半个周期还是四分之一个周期 这个都不重要 他需要时间 这个生产电磁波也一样了 无论是无论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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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也好 还是这个电台也好 这些电磁波的这个他这个这个生产啊 他的这个一个周期啊 他也是需要时间的 他他他不完他不完全他不完成这一个时间的这个 一个周期的这个这个时间长度的这个这个震动啊 他生生产出来的那个那个电磁波啊 他就不是这个电磁波 而且呢他还必须连续的生产啊 他会必须不停的生产 所以他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这个这个集体现象啊 这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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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鼓和这个波动琴弦也一样啊 他生虽然你可以拨一下啊 但是他那个琴弦就就开始震动嘛 他就连续的这个在这在这产生那个那个频率的声音 你敲这个鼓虽然你一直敲了一下 但是你造成的这个后果是他他这个鼓膜在一直在震动啊 那么那么他这个最后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 他也是个集体现象啊 是个是个而且是个连续的现象啊 这就这都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声波和水波啊 他不仅需要这个空间 他还需要时间 同时也包括我们熟悉的电磁波 生产这个无论是雷达还是这个 呃呃呃呃收音机 他都需要时间 来来来生产这些东西 就说什么呢 他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这个机体现象 他还是一个时间上的机体现象 他需要空间和时间双 重的这种位移 才能够产生 这个 声波和水波 我我我我希望我把这事说清楚了 哎呀 哎呀他妈的也没搞啊 因为因为这写稿的话就是一句话的事啊 但是说呢要得说半天 写稿因为不用说啊 你看懂就看懂 看不懂就看不懂 这我就不管了 总之吧 就是说生产一个声波的波子 或者生产一个水波的波子 需要空间 至少有两个点啊 两个空间点啊 还需要时间 至少需要一个一个正的时间长度 就这就是这么一句话 如果要是写写论文的话 就是这么一句话 那么反过来了 那么到了我们的光子 生产光子 需要什么 我开开始说了光呢 他是个点现象 光有一个叫做什么 有个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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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有一个有一个principle啊 我一下想不起来的名字了 光有一个 啊 啊 黑根斯黑根斯 黑根斯 黑根斯 就是慧根斯 费内尔原理 光有个慧根斯 费内尔原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光 这个每一个光通过的地方啊 在这个光传播的地方啊 每个点都可以 当成光源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声波水波也是一个意思啊 也是每个点都可以当成光源啊 都可以当成那个波源啊 他他他他他继续往前传播啊 就是这个声波和水波的这个 还有这个光波的他们的这个传播是一种 接力赛啊 接力赛啊 接力啊 一个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这个媒媒介把他们往下传啊 但是呢 这个传呢 对这个水波和声波来说呢 那个点需要空间啊 那个点得动啊 光波就不需要 呃 电磁波也不需要 但是呢 他他需要一个以太来支撑啊 就是整个这个宏观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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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场的气氛 他是需要的啊 他否则的话 我我我我猜啊 在那个绝对的真空里啊 那个绝对的真空就是连电磁场都没有的 光波也也传播不了 电磁波也传播不了 所以 所以这个光啊 他是一个点现象 我想 他在他的这个点现象啊 不仅是 时间的 而不是空间的点现象 还是时间的点现象 希望能给大家把这个事说清楚 就这么说吧 生产一个光字 不需要空间 也不需要时间 或者只需要一个空间点 只需要一个时间点 生产一个水波 他就需要 空间 因为你得把那个水得扰动一下 而且呢你仅仅是扰动 还不行 你还得是一种能够造成他来回震动的这种 这种扰动 这一点在声音这最明显 你比如你把这个鼓膜往下一拧 你不起来了 他就没有声音啊 或者你拨动琴弦也一样 你把它这么一拉 你没有把它再放回去 他还是没有声音 因此呢 生产一个声波的这个 这个波子 需要 空 正体积的空间 需要正长度的时间 水波也一样 我们熟悉的电磁波 无论是雷达 还是 这个 还是我们计算机 你无论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CPU的频率有多高 他每一生产的那一小段 他还是需要一个正的时间 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收音机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熟悉的电磁波啊 他的他他这个波 是一个一个波长一个波长生产出来的啊 所以他也需要时间 他不需要空间啊 他需要时间 他没有moving parts 或者说他没有这个这个这个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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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 但是他需要时间 但是呢 光光子 他不需要时间 一旦这个光子要被生出来的时候 或者这个母亲啊 这个光的妈妈 光的妈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分娩这个光子啊 他不需要空间 也不需要时间 崩击就蹦出来了 这是我对光的这个这个理解 光他有他有这个特点 我希望我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能够把这件事情 能够能够能够搞清楚 举个 说一下这个光 因为说到这份上就得说一下这个生产光的这个机制啊 生产光的机制现在人们知道的话呢 就是高温 是吧 化学反应 他其实也是高温了 基本上都是属于高温吧 呃 即便不是高温也有冷的那种化学反应产生光啊 那个 但是但是他那个内部的化学反应本身啊 他还是他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这个毕竟是分子相互之间 原子相互之间这种结合啊 他会会会产生高速的 所以啊我猜啊 这个光子啊 这个光的这个电磁波啊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超音速的这个声报 就是这个Sonic Boom 他是在超音速那一瞬间产生的 当然了超音速以后还还还还还还会产生啊 当然了不是完全一样了 你想啊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产生光子的这个这个机制是啥呢 是电子比如说如果是加热的话啊 其实那个那个冷的我估计一样啊 是电子跃迁啊 从不同的能量级掉下来失去能量啊 然后呢就产生一个光子 我猜啊那个掉下来那个速度啊 或者是接近啊或者是就是光速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对这他附近的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扰动啊 就像是这个超音速飞机对空气的扰动 然后呢超音速飞机对空气的那个那个扰动呢 给人这个这个音声报或者叫音报 当这个电子被加加高温到一定程度 他的这个这个布朗运动啊 是随机的随机的东西他就很快啊 他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既可以在这也可以在这啊 你想想看他这个速度就很快啊 就有可能会超过光速 或者说达到光速 当一个电子达到光速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光子 然后呢当这个化学反应啊 这个两个原子碰撞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会产生很高的速度 就像两个磁铁啊 碰撞 都可以都可以把相互撬碎啊 都可以 他他那个接近的那一瞬间 那个速度相当高啊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产生这个这个光子 所以呢我猜啊 这个光子是啥呀 就类比这个超音速的这个 这个声报 光子呢他就是电磁宝 当一个电磁的一个东西啊 他他接近光速的时候 他对这个以太 对这个整个这个电磁场 产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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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吧 就有点像这个超音速飞机对这个对这个空气产生的这个冲击 超音速飞机里边产生的是音报声报 然后呢 在在电子在内部 在在原子内部呢 他这个这个加热了以后 或者说滑雪反应 他会产生这个电磁暴 那么这个电磁暴呢 跟声报一样了 声报这个这个这个声音力量很大啊 能量很大 电磁暴也 也是可以类比啊 哎 我们就能看见 就变成可见光 我希望把这个是这个是光的这个生产啊 这个搞清楚了 他是个点现象 他不需要时间也不需要空间 就跟这个这个声报 不需要时间一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这个物体啊 达到达到声速还不行啊 还得超越声速 你想他超越声速 他这个这个超越 这这是一瞬间的事 在这之前 他低于声速 或者说接近声速 之后 他超越声速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声报 这一瞬间 就是你生产声报 不需要时间 当然了需要空间 但是光那边的 因为他是电磁波 他不需要空间 同时又因为他是电磁暴 所以他又不需要时间 所以光子的生产 不需要空间 不需要时间 他是一个点现象 这个点现象的这个点 是时空的点 是这个R3乘以T 这个广义相对论的这个时空 光子的生产 的产生 是一个点现象 是时空的点现象 在时空里边的点 他不需要时间 不需要空间 或者说空间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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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体积也好 宽度也好是零 时间的这个长度也是零 反过来 对比这个水波和升波 他们在这个 在这个时空里边生产 他们的话 需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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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体积的空间 和这个正的体积的 时间 好嘞 希望把这个事说清了 这个事说清了以后 以后很多事情都就都好办 明日见